第五十七屆金鐘獎節目類頒獎典禮 得獎名單熱騰騰出爐啦 首先今年新增的第一個大獎 最具人氣綜藝節目獎競爭激烈 有觀眾投票結果 得獎的是綜藝玩很大KID 除了在後台北拱跟崑達玩親親 同時也把這個獎項獻給天上的好兄弟小鬼 終於玩很大得獎了 因為我們主持了八年了 剛製作人又講了 我們要送給我們天上的這位兄弟 因為他實在是非常的可惜沒有得到 但今天我們幫他完成了這件事情 所以我們會把這個獎盃送給他 完整了 完整了 已經都完整了 而在節目創新獎方面 得獎名單也出現雙蛋黃 分別是公式主題之夜秀 你的島嶼我的家獲獎 每年競爭最激烈的抑制 及十進節目主持人獎 最終有軟三個三獲得 讓四位主持人受寵若驚 過後臉上還看起來有點心虛 還有一點驚嚇 還不敢相信他拿的是節目主持人獎 而在依據節目集時 進節目獎方面 則是由決戰北下升展台拿下 最後兩個壓軸獎項 綜藝節目主持人獎 則是由大嘻哈時代獲得 恭喜以上得獎者